Hello大家好我是日日 从今天这期视频开始呢 我要尝试一下做一些穿搭类的视频了 所以大家看我这个布景 这个是我新买的背景布和一些小道具 然后给大家带来一些极佳的观看体验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呢是 汉阳折中穿搭 把汉服跟日常的衣服混合起来穿搭 让它更适合学生党啊上班族的这个日常需求 有姐妹们有没有这种烦恼 买了一堆汉服但是却很少有机会可以穿出去 总是买不来穿两次就要压箱底机灰了 所以今天呢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汉服日常穿搭的一个工序 其实就是把你日常的一个穿搭 把里面的某一件单品用类似的汉服去器换掉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啊 等一下呢我会大概的做一个示范 今天呢我就挑几套来稍微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这一套呢是我之前在微博上面分享过的一套穿搭 就是把本来配的阔腿裤换成了送裤 不过我这边穿的这条是改良送裤 因为我家里只有这一条送裤的 这条送裤它本来前面是有细带的 我把细带塞到那个裤子里面了 然后自己加了一条腰带就看起来会比较的现代一点 那么其实这个穿搭呢我觉得不是很适合胯宽的姐妹们 因为这个裤子真的是好显屁股大 怕冷的话就配了一个小外套 其实主要是为了遮屁股 脱掉的话也是可以的 就显了屁股比较大而已 这一套呢我是穿了一个圆领袍 然后把它解开之后当外套穿了 我家只有这一件黑色的 我觉得如果是浅色的话会更好搭一点 当时我拿出这个圆领袍我就觉得 哦吼好像还蛮酷的样子 然后就找了一个比较酷一点的日常穿搭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袖子比较长嘛 我就把袖子挽起来了一点 大概就是这种效果 后来呢又觉得复古风也还可以 然后就又换了一套复古风的试了一下 看起来这个外套呢还蛮像风衣的 这个包是我上次在故宫的时候买的 我真的超喜欢这个包 就是丝绸质感 然后上面又有鲜盒 就非常国风的一个包 这一条阔腿裤真的是 也是巨显胯宽的一条 非常的采美不要买 然后搭配的是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买的 爆纹衬衫 这套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吊带裙 再配一个非常普通的被子 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出门的日常穿搭 好像没什么可以说的 反正就是可以当一个长款的开衫来穿 这套呢我是把一个普通的送质 被子加褶裙 然后把吊带换成了一件白衬衫 脱掉被子之后会更加日常 我觉得像这种比较有垂感的褶裙 就可以跟日常的沙裙 学房裙去互相替换 这两者还是非常的像的 很相似 然后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法式穿搭 就是用衬衫去配马面 真的是绝了你们知道吗 超绝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上班的小伙伴们 因为它这样搭就很优雅很成熟 那么马面呢就很适合跟我们日常穿的这个直筒裙 A字裙 还有包臀裙 就它们两个替换起来穿毫无违和感 这一套也是一个马面搭的一个衬衫 就是想让大家多感受一下 真的 真的很配 这一套就是我去年还是前年曾经拍过的一套 但是又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穿着一个针织的包臀裙 然后再加一个短上衣的 但是那个包臀裙它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裤子 结果搭配出来呢 发现非常非常的翻车 我觉得还是原来那个搭配更加好看一点 这个翻车呢就 就真的看起来有一点像精神小伙 然后外面穿的是一个披风 这个披风还是蛮酷的 不过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出门 就是穿披风 因为它这个袖子啊很大 真的非常不方便 汉服日常化呢就是为了方便 这个袖子让它失去了意义 这一套也是一个法式复古风的穿搭 然后呢 好 你们一定看不出来 我把这个树林短衫 树林对镜短衫 把领子翻下来 然后在里面系了一个丝巾 其实这样穿真的跟衬衫别无两样 当我发现这个穿法的时候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这套是穿了树林鞋金长衫 然后把下面的裙子换成了一个我日常在穿的这个蕾丝的裙子 搭配起来看的还是挺温柔的 如果你觉得长衫就是不够显腰线的话也可以拿一个腰带去系一下啊 这样会更加粗显身材的曲线 这套真的蛮温柔的 这套的话就比较适合冬天 我穿了一个毛衣 然后毛衣里面还穿了一个高领 然后配了一条马面 高领呢选了跟马面一样的颜色 就是紫紫的 然后这套也是比较软软的 比较温柔的一套 这一件呢其实是一个夹衣 然后我把它敞开当那个外套穿了 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可爱的所以想搭搭看 但是我觉得这样穿的话呢就有点显胖 然后我又还想尝试一下把它靠起来塞进裙子里穿 哦真的超级胖啊 如果你是瘦瘦的位置或许你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我我就先退出裙料了告辞 这个的话也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穿的 然后我把里面的衣服就是换成了一件黑色的有一点小高领的蕾丝打底衫 然后戴了一个这个复古的贝雷帽 但是这个贝雷帽有一说一 复古是一回事但是真的好险头大 不要买 出现了我最喜欢的白雪公主配色出现了 这里是穿了一个笔甲笔甲里面穿的是一个毛衣 然后下裙就是普通的这裙 为了配合这个白雪公主的配色我还带了一个红色的蝴蝶结 这一套真的好可爱啊 好了这是最后一套的 这一套就只是把一个方领伴袖当成了开山来穿 然后我觉得这个姜红色的半袖也挺挺可爱的 但是它的那个长度真的对矮个子非常的不友好 就是你穿上之后显得更矮 我比较建议大家下半身穿直筒裙 或者是就窄一点的裙子 因为我在穿这套的之前试了一个散裙 就我整个人就是一棵圣诞树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汉服穿搭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已经困得不行了 我们到现在已经六点了 早上六点 我是从昨天晚上九点开始录的 录到现在早上六点 我都听到外面就是鸟都起床了 我还没睡 你明他会被 LinkedIn 你听了内容 课